受到之前干旱的影响,草屯地区包括荔枝、龙眼以及柑橘类的作物落果相当严重,让农民相当无奈。 先府农业处也会同公所人员前往了解灾情,并向农委会提出灾害补助。 而草屯地区由于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,救助申请延后五天,将从6月2日起到7月1日为止。 从6月2日到7月1日,因为受疫情的关系,公所这边规划,本镇农民以分区分时段的来公所办理受理。 自6月2日到6月11日,我们请本镇入息的农民过来公所办理。 然后入洞的区域呢,我们从6月15日到18日,而6月21日以后到7月1日, 则本镇所有的农民,或者是涉及在外乡镇的农民,都可以来公所中庭接受办理。 而为了减少申请人群太过集中,公所规划以分时段到公所办理申请, 而为方便平临、双冬以及土城地区的农友申办,将从6月7日到11日, 在平临永安宫广场设置收件处,时间从上午9点到11点。 6月7日到6月11日,我们在平临的永安宫,我们会另外加开一个受理点, 因为疫情的关系,尽量减少群聚。 我们平临那边,我们把整个平临里分成三个区域, 请他们这三个区域的里民分三天,三天以上的时间, 到这个平临永安宫来申请这个农业天然灾害的受理。 县议员蔡明轩也呼吁有需要的农友, 请备妥身份证土地权状存折及印章, 非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,应再出具土地使用同意书, 或者是双方契约等资料,或是与公所联系, 了解相关申请内容。 我们从6月2号到7月1号,就要受理我们这些灾害的补助。 我们草屯在地的乡亲,如果有包括今年的栗子龙眼, 或是我们的柳丁局之类,都可以到我们公所所列出来, 因为我们要分流,所以列出来几个负责受理的一个单位。 公所表示,疫情期间需要遵守防疫指引, 当事人除了到公所审办以外, 也可以邮寄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申请, 都可以跟公所洽询。 记者洪一伦、草屯镇采访报道。